大家好 今天用豆腐分享一道美食 准备一块嫩豆腐 先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 切成条 再切成小方块 放入盘中 锅中水烧开 加入一勺生物盐 搅拌化开 下入豆腐焯水 这样可以使豆腐更加的紧实不易碎 两分钟过后捞出控水 再装一把洗干净的韭菜 切成长生的小段 放入盘中 准备适量的大蒜切成末 放入碗中 一小块生姜 先切成片 切成条 再切成姜末 放入碗中 西凉的小米椒切成圈 放入碗中 加入两勺生抽 一勺香醋 少许的蚝油 一勺生物盐 一勺白糖提鲜 一勺鸡精 适量的胡椒粉去腥 加一点不要浅的清水 搅拌化开 碗中打入一个正宗的母鸡蛋 用筷子搅散 再倒入豆腐中 轻轻的晃动一下 使豆腐都滑来成鸡蛋液 起锅烧油 油热后下入豆腐煎一下 煎热底部定型 翻个面 再把调好的料汁倒进来 开大火煮三分钟 把豆腐煮入味 再淋入少许的水淀粉勾芡 把汤汁收至浓稠 再把切好的韭菜段倒进来 翻炒均匀 好了 出锅 一道好吃的九香豆腐就做好了 里面有豆腐 鸡蛋和韭菜 营养丰富 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 喜欢的朋友就在家试试吧